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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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今天有司寶勝 司寶勝?是誰? 花式足球那個,你不是忘記了嗎 他是體育系主持嗎? 當然,不過他幾個月沒上來而已 我去了歐洲幾個月回來 有想念我嗎? 當然有 當然了,去了歐洲那麼久 有沒有發現什麼新奇的東西? 有很多 能否忘記過泳池的水游藍邊綠 能否忘記在俄羅斯走過巴西 那就是不去吧,不聽 去了那麼久,手信也沒睡 手信呢? 夠了,奧運泳池一天之間藍變綠 真是一個震驚六十億人的元安 國際奧委會當然要出來解笑話 這間奧運籌委會的發言人就說 他們每天都有檢查水質 他們在中午的時候突然發覺 跳水池的水突然變酸 這個也都相信是泳池池水又突然變了綠色的原因 其實連帶池和水球池都受到影響 但即使變酸了,池水的酸鹼度和綠氣陷量都是符合標準的 而且他們也做了一些功夫 改善酸鹼度 相信很快就會變回藍色的了 我想巴西人還未進化到 說毒水是沒有毒的,所以我先相信 不過我只是來看而已 最重要是下場的人怎麼看 他們就找了加拿大跳水運動藥廢利安上來 有多漂亮的女兒 他們就說 看到池的水變了綠色 我心都來一來 立刻就去問教練 是他的眼睛變了綠色 還是池水變了綠色 等他知道池真的綠色的時候 他真的忍著笑了出來 不過也遇到這裡很多奇怪的事 不要理會池橙色也好,紫色也好 他們都會專心爭取好表現 好了好了 知道你們說上一記者會 當然是維穩 我就來個街坊問問其他運動員 因為哥哥就是澳洲水球代表 他就說看到跳水池是先綠色的 水球池好些,但綠色的 這個姐姐也是水球代表 她說在社交媒體見到已經嘔嘴了 一進去,嘩,真的是綠色來的 還是不要找澳洲人 找美國人 那位水球代表 他就說最重要是人沒事 或者是這些色素,嚇不到我 想不到這位屍帶有多幽默 幸好除了笑死運動員之外 那尺綠色也沒有太大影響 有時候跟大家報告一下 香港隊在里約奧運的成績 好像昨天在節目中 富仔說打給蓮寶香 提他比賽的時候 千萬不要帶手提電話 電話就沒帶了 不過也是女子花劍32強 輸了給迪伯蘭斯加8比15 如果大家有留意花艇的話 原來女子和男子的輕量級 雙人雙獎名次賽都要延期 不過今晚就會舉行 至於另一行的運動 就是女子100米自由泳 我們的香港隊代表鄭利梅 就獲得第24名 而且是女子200米娃榮 最後江文義 因為身體有少許問題 因為突然呼吸不到 所以就沒有出賽 希望她也沒事 各位先生, 小朋友和大人 我們歡迎奧運男子 計時賽冠軍, 瑞士的簡素拉 這位35歲的車手 擊敗荷蘭的杜姆蓮 和大熱門英國的科美 繼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 再次成為男子計時賽冠軍 也是瑞士在今屆奧運 第一面金牌 趁這個時候先說比賽吧 全場是54.5公里 要鬥兩個圈 有四個計時點 簡素拉拉除了第二個計時點 排名跌到第五之外 其餘三個都是排第一的 最後以超過35秒優勢 贏到金牌 應該沒有人會說她是符輪了吧 近鏡看一看 原來皮膚也挺不錯的 其實上年年尾 簡素拉拉公布 踩完2016年會退休的時候 曾經說不會參加這屆奧運 但現在還要贏冠軍 我認為她是想透過 自己N屆不參加奧運 這樣就不會被人再聚問 現在可能她又覺得 總之當時不說得那麼絕 簡素拉拉說踩了這麼多年 真的有什麼風我沒見過 但現在運動員生涯倒數 進入最後幾個星期 那種感覺真的挺特別的 現在還可以帶著 這面奧運金牌回家 她已經很心滿意足 還可以要求什麼呢? 對嗎? 真心說如果我有兩面奧運金牌 加上四次世界冠軍 我都很滿足 簡素拉拉說贏了兩面奧運金牌 以16年職業生涯來說 除了感恩 都只可以說是很感恩 當然自己付出的努力也不少 又經過不少的傷患 這個時刻讓我車車亂入一下 簡素拉拉在2012年做過數骨手術 2015年追骨也受過傷 所以運動員真的出汗又出血 受多我以後都不會再笑你 不會游泳了 說回簡素拉拉 她說這麼多年甜酸苦辣都有齊 以這面的金牌為自己的生涯 作過總結 這個句號真的很完美 現在坐在我旁邊 也是另一個奇奇 叫奇奇的應該挺厲害的 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是嗎? 大家好,我是香港羽毛球代表 黃詠琪 我有一群隊友 現在在巴西的李若以內奴 準備出戰 我們的小組賽 很期待… 因為今晚有連場激戰 包括有女箱、運箱和男單的分組賽 你對於這幾場賽事 或者你的隊友 會否有點期待 或者他們覺得比賽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特別事呢 我想女箱會比較特別 因為他們其中一個 潘洛欣之前受傷 十字印大師年 現在他情況下不樂觀 或是可以嗎 其實這兩個月就開始恢復訓練 我想還不是最佳狀態 但希望他們可以爭取一個好的表現 看看能否創造奇蹟 希望他們今晚可以獲得好成績 為說真光 聽起來好像羽毛球運動員 受傷的廁所也挺頻繁 會否對你自己也有影響 新同感受呢 其實有的 因為我之前也是… 2013年的時候 也是肌肉撕裂 即肩膀 也要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恢復 潘洛欣好像 十字印大師 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但他現在已經正常訓練了 希望他可以爭取表現 好, 將我們的奇蹟力 分享給你 希望你快點可以比賽 拿好成績 九把也說過 不讓人恥小的夢想 就沒有實現的價值 所以我立即身體力行 實現我的夢想 就是做一個廢青 但說廢 我這個廢青 絕對不及這位俄羅斯的廢佬 60歲的盧基恩洛夫 竟然不上班一年 又勝比德佬 走到你約熱內奴 看這次的奧運 有沒有這麼誇張 他說終於來到 現在應該只有他一個武器 不要被人敢猜 因為他用自己的方法 來巴西 我大逆不道 竟然連自己的方法都敢說 小心傷害到玻璃心 還有俄羅斯怎麼走到你約熱內奴 其實也不難 他說到處走 已經成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從小到大都想環遊世界 因為他父母 以前經常給他繁爾納的小說 他做夢 也很想像裡面的人一樣 到處探險 雖然他現在60歲 但屯火還在這裡 他說法爾納寫什麼小說 你不就不知道吧 好人力欠小說 整個系列叫 《在以知和未知的世界漫遊》 最出名的那本叫 《海底二萬里》 它是海底冒險 你不是沒看過吧 離身沒看過 他又說 走了一年之後 他回去會照常生活 這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但之後還是一切如常 雖然沒看過本書 但見到他的壯具 我也感受到那種激情 他去年四月 由聖彼得寶出發 經過中亞、中國、東南亞、新加坡 智利等等的地方 即使中亞病了一個半月 都堅持過來 所以別笑他 新加坡去智利那程坐飛機 難道真的游泳嗎 對 獎牌榜前三位終於有變化 在柔道拿出兩面金牌 加上內村航平的男子體操個人全能金牌 日本以六面金牌打入三甲 而獎牌榜也有奧委會極旗 因為科威特被禁止參賽 所以他們的運動員阿爾迪漢尼 只能以獨立選手名義參賽 但無阻他在男子飛碟 雙向飛把決賽勝出 是獨立選手歷練在奧運的手面金牌 今天體育系的主題是離奇事件 找了琪琪上來 當然要說說她的隊友有多離奇 我問…先問一題 究竟哪個隊友是最貪美的 一定是客妹 為甚麼 雖然她所有事情都很男性 但其實她最貪美的 內心注入女人心 我當然也是女生 而且可能現在比較長 會更加注意自己 好,到你 我問第二條問題 剛才你說最喜歡吳嘉朗 吳嘉朗平日最喜歡做的 興趣最喜歡做的活動是甚麼 購物 她很喜歡買鞋 因為我每天見到她 都是穿不同的鞋 白粥 我問她是否有三百多雙鞋 她說沒那麼多 二百多 一百多 一百多 很有錢 她的氣力很大 好,到我了… 我知道打羽毛球 很多都很有魅力 還有其他不同的運動員 你有說哪一位是最受歡迎的嗎 最受歡迎 我想暫時還是葉佩妍 始終每個人都很注目她 因為她經常飛來飛去 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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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 所以人們都很記得她 有說哪一位隊員是最搞笑的 經常引導大家嘻嘻嘻嘻嘻嘻嘻 對,很開心 或是冷擊最多的 那是你嗎 我…我不是,我很正經的 但我想應該打運上李俊氣 他比較… 歐高榮義 然後經常穿得…怎麼說 我不是想說嗎 我不是說九不達八 七… 七在冒陣 很Hip Hop 對… 介紹給阿奇奇認識 介紹給我認識 好,說了這麼多人 你也要說一個自己 你最離奇的是甚麼 我們猜不到 真的猜不到 我…我喜歡彈琴 你真的猜不到 漂亮 多少級? 我八級 2比1 你好,大家好 我去了歐洲幾個月 不知道大家有否想念我 我去了歐洲當然不是玩 幾個月就走訪了歐洲五個國家 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和德國 去學花式足球的技藝 對我來說,最大幫助 就是反而去到荷蘭和英國 因為那裡真的很多人都很喜歡踢球 以英國為例 學習了他們的旋轉足球動作 平時我們在香港 踢球都是用腳面的 他們很有趣 他們可以把球踢到… 足球會旋轉 我先為大家示範一下 烘好之後 我們把球和兩隻腳 撞上去 是否很神奇?大發現 好,接著去到荷蘭 他們很喜歡做一些 好像跳舞的足球動作 怎樣跳舞 好,即是足球加跳舞 還沒想到 現在又示範給大家一次看 好,他們很喜歡跳舞 好,接著… 這些都是從荷蘭學回來的 好,接著我們再示範一下德國 當然現在不展示給大家看 不然下次沒機會來看肉系 如果想看,記得留意看肉系 可以打分給大家看 不然我們還是來看看各個賽程 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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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少不了我們的 香港羽毛球代表隊了 太好了… 阿奇, 你有什麼跟戰友一起說呢 我們再心中就行了 小子加油, 小子 太好了…